原标题 日本投降前一天 这个日本人策划了一场阴谋 幸好没有得逞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标志着二战车场浩劫的落幕 但是对于宣布投降的前一天 日本国内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却显有人了解 在日本历史学家的眼中 1945年8月14日这一天 堪称决定日本历史的一天 在这一天爆发了直接针对御人天皇的政变 如果这场政变成功 那么日本恐怕将继续陷入疯狂的战争 最后真的将万解不复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场政变的策划者 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日军少佐 田中建二 说起来 这个田中建二也是个人才 相继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陆军大学 但可能是眼高手低 很少有上战场的机会 直到1942年才被派去了菲律宾 不久就因受伤 又回到了日本 所以一直愁愁满志 却活得很不得志 1945年8月14日 御人天皇已经下定了投降的决心 并率先向国内的日军宣布了这一决定 尽管御人天皇已经任命陆军大臣阿南北极和海军大臣米内光镇 来安护躁动的士兵 但是失望不满的情绪依旧弥漫着日军军营 更有的狂热分子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除了这些失落的士兵 还有的人则已经咬牙切齿 绝不让投降这种事情发生 比如田中剑二 很快田中剑二就联络了大批少壮派的顽古分子 宣称天皇之所以宣布投降 是受了他身边那些软弱政客的煽动 所以他们准备来一场清军策的行动 同时田中剑二还亲自出马游说他的好友禁卫师团师团长三九 希望借助其手中的兵力来发动兵舰并控制天皇 结果在一番劝说无果之下 田中剑二直接枪杀了三九 并夺取了禁卫师团的指挥权 田中剑二还派出人大肆散播谣言 声称投降之后将会有大批军队开进日本并接管日本 天皇将会被发配冲绳 日本国将不国 很快东京开始陷入一片混乱 为了阻止天皇宣布投降 田中剑二还帅人闯入皇宫 想要找到天皇已经录制完成的关于投降演说的录音盘 不过料定将会有事变发生的育人天皇 早已将录音盘藏好 所以田中剑二找了又找 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没多久 田中剑二声势浩打的政变行动 惊动了同样驻扎于东京的东部军 东部军司令田中静一当机立断 开进皇宫护驾 所以这场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 然而目睹政变失败的田中剑二不甘心就此结束 他又趁愿跑去了日本放送协会 也就是准备宣布天皇投降演讲的地方 幻想着来打了宣布投降安排 他甚至还想自己来进行一场动员演讲 希望能让日本民众重燃斗志 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一厢情愿了 最终田中剑二被赶来的东部军士兵赶出了波音检 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 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演讲如期进行 而田中剑二和他的政变合伙人景贤正孝 双双在皇宫门前的草地上也淡自尽 在田中剑二的口袋里 人们还发现了他写的绝命诗 圣是乌云散 我心无所悔 看来还真是死不悔改 实际上 他们只是那些不甘失败的顽固派分子的一个缩影罢了 同在那一天 幸有超过600名日军军官都选择了自尽 真是到死都没有醒悟过了 历史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UA108远回搜独播剧 MASHAUA108远回搜独播剧 MASHAUA108远回搜独播剧